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分析海賊王 這次我們要介紹的人物是卡蒙 卡蒙是在早期毒夫東海遇到的人物 卡蒙年輕的時候也是海賊 他在一座島上面看到了幾個寶箱 結果興奮的摔到三下 剛好下面有個寶箱他跌到裡面去 他最後卡在寶箱裡面出不來 他原本找到的寶箱再也拿不到 因為他卡在寶箱裡面無法爬行三崖 卡蒙就在這個島上生活了20年 跟這些動物生活著 同伴也早已走遠 只剩他一人 直到魯夫來到這個島嶼 魯夫幫他上去山崖拿了寶箱 最後才知道寶箱裡面也是空的 等了20年的寶箱終究一試一場空 魯夫也有邀請他上船 可是卡蒙拒絕了魯夫 他想留在這個島上陪他20年的夥伴 都是一群長著奇怪的動物 巴奇之後也有來到這個島上 跟卡蒙成為了好朋友 當然巴奇也有要他當夥伴 可是他也拒絕了 可見這群動物在他心裡有多麼重要 過了很久 沒有他的消息了 最後在漫畫的花絮中 有看到他也加了女朋友 也是卡在桶子裡面的 到底怎麼卡進去的 今天的人物介紹就到這裡 我每個六日都會更新影片 我們下禮拜見